這樣子不行啦 要把他抓起來 按上讓他 不能抓他 他是海裡的還是 台灣沒有這個東西 小小村區慢慢靠近漂流木 似乎想抓住父母休息一下 老闆娘 魚腿就沒了 或是露出腦袋 在港內到處徘徊 附近軍民看到這一幕 原本以為是流浪狗落水 但再靠近一點才驚訣 這竟然是隻小海豹 他一直也是嚇到 以為是怎麼會 因為剛好地震完 就想說奇怪 怎麼會一隻狗在那邊 然後就想說要不要趕快去救他 結果後來才發現到 他不是狗這樣子 我們有透過兩個交法的部分 後來就是人員的一些引導 那終於後來小海豹 他就有上到其中一個 那個三板的交法上面休息 24號下午 小海豹出沒 在新北市瑞芳鼻頭魚港 體長約50到60公分 是亞神體小海豹 狀況良好可以自行覓食 新北東寶處 沿盤是害媽媽走散 才會游到魚港內找地方休息 但就在今天早上想要圍捕時 小海豹受到驚嚇 直接跳海逃跑 就是一天就在那邊 那邊游動 游來游去 當他們要圍捕他們的時候 他就跳到港裡面 然後再游向大海出去的 海豹警覺興高 跳下海後 甚至圍網順利 游出魚港 只是外海風浪還是很大 如果找不到礁石上岸 可能會再返回魚港 東寶處也將持續監測 一旦看到小海豹蹤跡 不排除會再度微步 八新聞家林賴城瑋 新北創報道